在做素质分析的时候 我们可以假设年龄跟性别 或者是其他什么QRS波啊什么之类的 他们是independent 或者说 我换个讲法 什么叫independent呢 换个讲法好了 是说如果你今天把年龄跟性别 在资料集里面的顺序调换 会不会影响你的分析结果 理论上不会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说它的资料结构是一维无序 无序一维的 这样可以吗 跟图像都不一样 图像我现在统一把每个像素往左边摆 那它会不会变得非常奇怪 就是非常奇怪 图像谁在谁的周围 这个在空间上面它是有序的 这样通过的意思吧 所以图像是一个三维有序的一种 一种资料形态 三维哪三维啊 长宽 高在哪里 有没有人知道高在哪里 长宽很容易嘛 长宽那高在哪里 高在哪里 高跟你们讲一下 如果是黑白图像 它也是二维的没有错 高在这个RGB R是Red G是Green B是Blue 如果你今天看到一张彩图的话 它读进电脑里面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三维的一个数据 第三维图固定 这个Channel数固定是三 好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彩图是三个Channel 为什么是RGB 有没有人知道 有没有人知道吗 为什么是RGB 三原色 三原色 为什么是三原色 搞不清楚 可以组成任何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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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吗 你讲没有 你讲好像也没有错啊 那为什么 因为你的四椎细胞就只有三种 好不好 你的人类 人类就只有三 对吧 人类就只有三种四椎细胞啊 所以说 你负责 你分 你透过刺激这三种 刺激细胞 你得到的颜色就是任意啊 你就只能够刺激它三种啊 对不对 好我想跟你们讲的是说 照片照下来的东西 它存到的电脑里面 它儲存痕的这种格式 你看起来跟真实世界是完全一样的 跟狗可能看起来不太一样 反正你的四椎细胞跟你长得不一样的动物 看起来就会不一样 这样的东西是吧 所以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 在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很重要 这个过程是我们把数据记录下来 并且重现这个过程 不代表它是真的repeat的哦 它不是真的repeat的哦 你这样懂我意思吧 太阳光为什么是白色的 有广泛的刺激你三种四椎细胞啊 但是代表它只有这三种颜色吗 不会它不止 对不对 至少你还知道你看不到紫外光啊什么 那些都没有办法呈现上去嘛 对不对 好所以 repeat就是我们现在要非常了解资料结构啊 就是说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想要把一个东西 把它就是把它拿来做电脑分析 你其实并不用百分之百还原它 你只要能够让不同 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 环境之下 它记录下来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这样就可以了 我现在换个讲法 假设我现在很有兴趣 我想要记录一下气味好了 气味是没有办法 你只要有办法用个设备 用个设备去 透过同样的一个 气味 然后你用不同的 你用同个设备 然后在不同的时间去测试它 它记录下来的讯号是一样的 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就可以拿来做电脑分析了 好那我这样讲 你这样你这样听起来 这个那有什么问题 是不是 就是收集的讯息不够 搞不好 performance 会不好 对不对 所以啊所以你看你会收集 x 光 对不对 x 光 明明就是不可见光啊 但是你还在收集下来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 你把它用这个 就是二维成像 好所以我现在换个讲法 好我们现在在在做图像之前 我们先讲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必须要把东西做 你必须要把你现在所做的东西 然后你把它收集成 这个 repeatable 的一个就是讯号 那我们现在再来分析这个讯号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 在图像的这个讯号 它长成的样子 w x h x 3 这个就是我们记录的方式 我们这样记录就足够 repeatable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的卷积神经网路 其实并不是拿来看图的 我们画一个精确一点的讲法 是负责拿来解析这种格式的记录讯号 这样可以吧 这样可以哦 负责拿来解析这种格式的记录讯号的 一种特别的神经网路 好 那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就是 我们现在来想一下就是 呃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实际上 用一笔资料 把它读进来 那我们读进来 是手写数字辨识的资料 我们把它读进来看看 好 lesson 6 好 好我们读进来之后 这个data 这个 它的dimension 是 4200乘以785 4200是 它的那个 有总共有4200个sample 785是它有785个弱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 资料结构好了 来看着 V1 1 然后后面就是一堆 看不懂这什么东西 诶中间有一些 数字比较大 好 我们来做一个转置 来看着哦 好 我们现在 这个 这个只是把sample 分成training 跟test嘛 对不对 来 training的y 是第一个column 对不对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training的y 88886 888 688 这是什么 来我们来按table 哦 原来是 它是0到9的哪一个数字 这样可以吧 这是training y training x呢 我们再看一下 还是一堆我看不懂的数字啊 这边有一堆什么0啊 什么256 来 那我们再一次table 好 这个有点 这个可能 这个这个我不要 我不要让他开玩笑好了 不要 不要让他做 哦或者说我们就只看10个数字好了 好你发现了什么 从0 有0 1234567 一直到255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 像素的灰接值 总共从0到255 诶注意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什么 PowerPoint啊 或者Word 玩过那个调色盘 你玩过那调色盘 你就会发现 他的数字 就0到25 好所以 这个是电脑 记录图片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哦 我们只记录了255个射接 不代表人眼真的只能够看出255个射接 但是大部分的状况下 我们都觉得这个 就是这个电脑呈现出来的这个 就是影像 跟我们真实看到的差不了多少了 这样可以 好 所以 255个 就是我们 这样知道255代表什么意思 全白 如果以 白跟黑来看的话 255就代表白色 0就代表黑色 那如果是红绿蓝 255就代表全红 这样可以吧 那 这个红色的色接 红色跟黑色的比例 这样可以哦 红色跟黑色的比例 那 你把红色绿色混在一起 那就会变 变黄色 欸 红色跟绿色 变什么颜色啊 不是啊 黄色是绿色跟蓝色混的啊 哎 算了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我现在想不太出来 可能 我刚好不小心点到了一个 特别难 特别难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把它呈现出来 在图形里面呈现出来 看着哦 我们 library一个套件 叫open image r 这是负责把 矩阵转成 转成这个 转成这个图像的 我们现在按enter 看到了吗 你看到8了吧 这是第一张图是8 对不对 来 刚刚看到这里来 88868 好 所以第四张图是6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可以吧 是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矩阵 image show 重点是秀出了这个矩阵 对不对 这个矩阵 我们看一下 你看到6了吗 你看到6了吗 在这里 这个是不是他这一半边 这里是不是他的 上面 在这里 他这里 在这里 这样可以吧 好 所以你看到了吧 所以你发现 其实image show 这个他只是把这个数字 把它呈现在这里 然后0用黑色 255用白色 然后依此类推 这边有一些比较模糊的 那是因为他数字比较小 这样可以吧 好 所以 你现在非常清楚 这个资料结构了吧 这个 training y training x 透过某一种的 资料的这种整理之后 它可以呈现出图的样子 这样可以 好 所以说 我的这一笔 但是在我转至以前这些笔 这样你看得懂 他这是什么意思了吧 但是他的每一个variable 比如说25 总共有784 对不对 784是什么 28乘28 这样可以吧 所以 35代表 V35代表是什么 呃 这边是28嘛 然后就 大概35大概在这附近 这样可以吧 在第二个roll的第几个column 这样可以 好 所以你已经完全了解图像的资料格式了吧 好 完全了解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来做分析了 诶 请问一下我们如果把资料换成这种格式 是不是很容易啊 你看 我现在有总共有784个variable 对不对 784个variable 我有一个outcome outcome就是0到9 对不对 这是一个softmax 就是多分类的模型 可以做对吧 诶 那我们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啊 我们就直接用多层感知机啊 我们多层感知机不是可以fitting任何形式的资料吗 就是非线性模型嘛 对不对 我们用 我们就用这个多层感知机 然后来做多层感知机 其实就mlp啦 我们上节课一直教那个什么 foldly connected的啊 对不对 你还可以加上recidual 这个 recidual connection 对不对 这个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784个像素的value 当做784个变相 来预测 0到9某一个数字 好 那如果你了解这件事之后 我们先做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 请你 就是等一下你贴语法的时候 你一定要贴到这里哦 你贴到这里来 我就叫它trend 跟test 好啦 为什么要贴这个语法来 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想要把我的档案写出去 写在这里 写出去有什么好处勒 来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说 我们现在 你以后遇到的data 你以后遇到的data都会非常大 包括之后 你会遇到图像 就是你之后要做胸部的光 或什么之类的时候 你不可能 一开始的时候 就把所有data都读进来 电脑没有那么大的记忆体 你是要用到的时候 才把它读进来 什么叫要用到的时候把它读出来 你要抽一个bench上来的时候 他总可以上来了 这样的东西是吧 不是抽到他的bench的时候 他根本连上来都不需要 这样可以 好 来这里我写了一个iterator 注意这个iterator非常的特别 我刚刚已经写出去了 所以我现在要放到我的iterator 这里来 看着 my iterator function 我现在没有iterator core 对不对 我直接从iterator function开始 iterator function 这里我直接继承了 mxio csv iterator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可以负责帮助我们 这个函数跟我们的iterator core 是有点像的 这个函数可以帮助我们 直接把csv档案读进来 好 这一串语法呢 读进来了以后 在这里value的部分 我会进行前处理 注意我做了一些前处理之后 我产生了valuex跟valuey 我现在source它 哦等一下我这里 我现在source它 然后 来 我们来试用一下它好不好 reset next 这个我们上次就用过了 对不对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myvalue叫出来 这个myvalue myvalue它是一个list 里面有data跟label两个东西 我们来问一下它的dimension dimension myvalue data 28乘28乘1乘20 这样可以吧 好 然后 myvalue label 10乘20 来我们现在来把myvalue打开 我们来看这是什么 10代表的是什么 这是不是第一个分类 第二个分类 第三个分类 0123456789 所以这是8 这个数字是8 这样可以吧 那这个数字是多少 0 0 8 这样可以吧 好那我们来试着把这张图叫出来好不好 myvalue的data 的第一张图 的第一张图 这是第一张图嘛 对不对 它的维度总共四维矩正 它的第一张图 2 我们把它秀出来 这是8 这样可以吧 第二张图应该是0吧 第三张图 0 第四张图 8 不是第四张图 不是第八张图 8 这样可以 好所以 你已经知道它的 资料结构了 它的资料结构的长型 是这样子 这样可以 所以这个 iterator 你要先 等一下你要贴的时候 你要先把 你要先把前面那边贴完 产生那两个档案之后 你才可以开始贴 Iterator 这个Iterator 你需要去继承那个档案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个 这样子的话 这个Iterator 我们就写好了 好 我们先 我们先让大家做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再继续讲 卷积神经网路的构造 好那 我们现在来介绍 就是卷积神经网路 那刚刚大家 已经知道 我们的data 格式是长成什么样子 那你完全可以想像 就是直接用mlp做 大概是长成什么样子 我就没有 我就不操作了 但是你应该是可以想像 那 好接着 我们来试着 就是跟大家介绍 新的一个神经网路 卷积神经网路 好 那个 这个卷积神经网路 它基本上就是在 因为毕竟图像是一个 视觉 视觉产生的东西 所以它希望可以模拟视觉 来进行这个网路的设计 好那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其实 它只抄袭了 视觉整个机制的一小部分 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并不是 每一个视觉的机制 都可以被写进数学室里面 而且写进数学室还有什么条件 那要满足反向传播法 对不对 满足可为什么的 所以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写的进去 写进去的东西也会遭到一些 就是也会 也可能会 遭到一些改变 假如step function 就会被改成segemony function 对不对 好 好他们发现了什么事情 就是在 这个 四神经的 就是比较 前面的这个 部分 就是比较 最开始的初级四神经元 它可能会 它其实是会遭受一些 特定形状的刺激 那这个特定形状的刺激啊 它有这个 就是不管这样的一个线条 它出现在哪里 它都会被 就是都会被刺激到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说啊 我们来换个讲法好了 相当于说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四神经元 它在做什么呢 做当前影像的全局扫描 全局扫描 就是有没有出现过 有没有出现什么 有没有出现什么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子 就是你现在眼前看一张图 你其中有一个四神经元 它就一直在扫描 看看有没有人脸 有没有人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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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扫描完整张图之后 发现没有 那 然后它跟 高级的神经元 它跟 它最后讯息往上传 高级的神经元 就是说 哦 这可见 这铁定是一张风景化 那风 在决定是风景化的过程中 它有参考 每个神经元的资讯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大约是这个样子 那你把它写成数学式之后 它会变什么样子 它就是要有一个扫描的过程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扫描的过程 我们把 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构造 叫做卷机器 convolution filter convolution filter 是怎么运作的 来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图像 它其实就是一个 数值矩阵 对吧 顶多有三个channel 但现在它就是两个channel 我两个channel为主 这样 黑白图就两个channel 不是两个channel 就是一个channel 然后就是 就是这个高层宽 这样可以 好 那这样子看着 它1 1假的代表是白色 0假的代表是黑色 实际上它可能是0到255 这样可以 好 你看一下这个卷机核 这个 那个convolution filter 它是不是 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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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是乘1 然后这里是0 这样可以吧 那 来你这样子 它这样子 做了这里 它乘起来 全部 乘上它 卷机器的数字 然后再累加起来 这样乘出来是不是4 4把它丢过来 这样可以吧 这样可以接受 这里乘出来多少 3 这里乘出来多少 4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你可以接受之后 那我问你一下 这张图 数字越大 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张图数字大 什么样的状况下 它会数字大 如果你这个 XX这里 全部都是1 它数字就是5 这个最大 对不对 数字 是数字小 代表什么意思 它这里XX没有东西 所以这个卷机器 它在抓什么 它在抓XX 当前的图像 哪里有出现XX 好 这是它filter 出来的 Future Map 这个Future Map 数字越大 代表是 它越是前面 那个卷机器 它去 它想要看到的东西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 来 那我们来讲一下 卷机器 简单来讲 如果你了解整个数学原理之后 你发现 这个东西是不是 线性运算 这是线性运算 看得出来 这是线性运算吧 我就是 每一个数字乘上 一个数字 向量内积 向量内积就是 两串向量 相乘之后相加 向量内积 这个就是矩阵的乘法 所以卷机核 是 卷机核 跟 Fully Connected Layer 是同个位阶的 结构 这样可以 好 好 简单来说 卷机器就是透过 滤镜做全局的搜索 卷机核图 图片称为特征图 特征图 数字越大 代表越符合我想要的特征 在那个地方 我们现在用下面的来一个 下面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个图片来做一个例子 负一代表黑色 正一代表白色 我们用一个 左上到右下斜线的filter 去扫描它之后 我们产生出来的特征图 在这里这里 这个数字大吧 对不对 这里这里数字大 对不对 代表什么 在这里有符合我想要的特征出现 这里有符合我想要的特征出现 这里有 这里有 这样可以吧 这里不是哦 这里不是哦 这样可以吧 这个数字小了对吧 因为这是叉叉 这不是我想要的 左上到右下斜线 所以卷积 卷积器 卷积神经元 我们现在就把它叫卷积神经元 好不好 卷积神经元 它负责扫描 整张图里面的初级特征 扫描出来的结果是一个Future Map 注意一下 这边有三个卷积核 一个是左上到右下 一个是XX 一个是右上到左下 扫描出来数字比较大的地方在这里 这里 XX大概在中间嘛 对不对 这里在这里 哎 那你注意一件事情啊 这个 这样子我把三张特征图叠在一起 如果我们同时判断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区分 哎 这其实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回推 这其实原来是一个XX 但它有什么好处 你看特征图有什么好处 你可以直接用数字大小 去辨认说它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来你们有发现这个过程很像什么 这个过程很像是 这边有个病人 你用第一个卷积核相当于是 你测了第一个生化值 出来数字大小多少 是在这里 测了第二个生化值 数字大小多少 测在这里 第三个生化值 数字大小 测在这里 那这一种资讯 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去 做 后面的处理 的高级抽象资讯 才有办法做MLP后面的处理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卷积核 卷积核 它就是在抽 它把低阶特征抽成高阶特征 这样可以 好那做一件事情啊 当你抽出高阶特征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 这个资讯跟这个资讯 会不会有点重复啊 有点重复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左上到右下斜线 它连续的嘛 对不对 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之后我们的扫描 都是based on像素的扫描 你像素每一格 它是不是其实差别不是很大 这样可以哦 所以说 所以说为了 让我们的讯息再更 就是再更这个就是 让它收缩一点 反正讯息太多了 我们需要用pulling layer 这pulling layer 跟降低解析度是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等同于把图片的解析度调低 这样可以吧 但是它不是真的调低啊 因为它做的是filtral map filtral map我要调低 我应该是抓到最重要的information 在这里 这一格 这是filtral map 我们用maxpulling maxpulling就是我只留下数字最大的地方 我换个讲法好了 比如说你现在在扫描这张图片 你看到这边有个人脸 在那个人脸周围 你的filter一定都会给出很高的数字 你只要留下最高的数字就好啦 最大的数字就好啦 对不对 这边最像人脸的数字 最大到可以到多少 这边最像手的数字 最大可以到多少 这样可以吧 有maxpulling 跟averagepulling 平均就是平均 平均就是我要 他这里 平均的意义就是我要在这里 我看到的所有东西都要很像 他才是 他才是我要的 这个maxpulling意思是 我只要看到最像的地方就好 这两个pulling的结果 它的意义不一样 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参数 在训练曾经网路的时候去做 这样可以吧 去调参数 但实际上它意义不一样 好那你思考一下 如果你连续堆叠卷积器会 产生什么效果 来你假设 有一张人的图片 第一个卷积器辨认眼睛的特征 第二个卷积器辨认鼻子的特征 第三个卷积器辨认耳朵的特征 好 依实类推下去 那 第一二三张特征图中 数值高的地方 就是代表眼睛鼻子耳朵 出现的位置 对吧 那如果他们同时出现呢 是不是代表 他们很有可能是脸 不然如果有人在大腿上刺一个耳朵的四星 你可能就会 你那边可能就会有一个耳朵的特征很大 但他旁边没有眼睛跟鼻子的特征啊 你就不会把他认为是一张脸 对吧 这样懂我意思吧 你今天要认为是一个东 你今天认为他是一个东西 他应该要可以 把很多不同的资讯整合在一起 都说他是 那你才会很有信心说他是 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好 同样如果是手掌跟手臂 同时出现的话 你是不是就认为他是手 这样可以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对人脸做特征 做辨认的话 其实第四张跟第五张的特征也是很重要的哦 他要做负向加拳 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吧 所以卷积合 当我们把卷积合卷出特征图之后 我们本来 好假设这是一个 channel数是3的彩图 假设他是一张彩图 我们卷积完之后 假设特征图有10个 我们是把这10个特征图叠在一起 再进行卷积合的扫描 卷积合在扫描的时候 他扫描的是10个channel里面的所有数字 所以 当channel数为1的时候 这个卷积合 他扫出来 他就是有9个参数 3乘3的卷积合 就是有9个参数去做扫描 然后内积出来 如果他的channel数是3 3乘3的卷积合就有3乘3乘3个参数 如果他的高阶特征图 他的filter future map数目有30 卷积合在扫描的时候 就是3乘3乘30个参数 他每一张特征图都要看 这样可以吧 注意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这个 一开始在学卷积器的时候 常常会有人弄混 以为他只扫一张特征图 没有 他要整合所有的future map 整合所有的future map 才能够聚集资讯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一开始的卷积盒 只要负责任一些 简单的线条 他就可以组成一些 比较复杂的结构 到后面的layer 后面的layer 就可以看到比较复杂的结构 这样懂我的意思吗 好 懂我的意思以后 你就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 我们只要了解到卷积 卷积盒 他其实是一个限期运算 对不对 他其实跟 Foley Connected Layer 没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好 他唯一的不一样是 他刚刚是进行扫描的过程 对不对 扫描的过程 我们不容易做 不容易做微分啊 你扫描的过程怎么微分啊 所以在做卷积 神经网路的时候 我们是扫描的 我们是扫描的嘛 对不对 我们想要把它换成矩阵运算的格式 这样比较容易 这样子比较容易 这样我们微分就很简单的嘛 就跟Foley Connected 一样 所以首先你要先把 X X长成这个样子 你要先换成X' X' X'长成什么样子 来 1234 1234 好 所以 X'跟X'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X'是所有等一下要被扫描的小框框 这样可以吧 然后我把它先换成X' 里面有一些重复的哦 比如说X2X22 他是不是会被扫描四次 所以他在四个地方都有出现 这样可以吧 好来 W是那个Filter 我本来要这样扫 对吧 我本来要这样扫 诶 我可以直接把它换成这样 诶这样子 我这个乘与这个 那是不是就相当于我少了第一个的结果 这样可以吧 所以X换成X' W换成W' X'跟W相乘之后 会变O 对吧 那我就是 这一串乘上他 就会变O1 这样可以齁 这一串 乘上他 变O2 依此类推下去 我再把它返回回来变O 那 所以我只要 如果我的运算是这个样子 如果我的运算是这样子 那我是不是 就跟Fully Connected 完全一样 我要计算他的T度 是容易的 对吧 所以卷积跟Fully Connected 是完全一样的 只差大家前面做了一些 矩正这个转制 就是 资料形态的转换 好 接着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那这个T度哦 注意一下子 有一些重复人数 X2 X2 X2的T度 X2的T度 他会重复累加起来 所以 O的T度 在传回X的时候 这里 他会传 O 这四个T度 他都会收到 那我问你 X21 他会收到几个T度 有没有人要告诉我 X21会收到几个T度 哪些T度 哪两个 他这边扫一次 这边扫一次 X21出现在哪里 这里出现一个X21 对不对 这里也出现一个X21 这样可以吧 所以他会接到 这两个X21 是O11跟O12 他会接到 这个T度跟这个T度 这样可以吧 结果我有点反掉 他应该是 这个T度跟这个T度 他会接到 这两个T度 这样可以吧 好 那这样没有问题啦 所以你要知道 T度回去的时候 对于比较中间的 中间的元素 他会接到 比较多的T度 不过这不是 这你只要知道 他数学上 有这个特性就好 好 那 磁化器呢 磁化器我要怎么做 磁化器就是 我现在 做了一个 Average Pulling 这个Average Pulling 他的原始的结构长这样 那我的O11 是 这 这四个 的平均 O12 这四个的平均 依此类推 他在传T度回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就被加了四次 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就被加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为什么要除以四 这里有四个数字 这样可以吧 你在做平均的时候 本来就是 全部相加除以四了 所以你在回传回去的时候 都有除以四的元素存在 只是这个东西有四次 这样可以吧 好 这样了解 Pulling Layer 跟Comblution Layer了吗 应该了解 就是 Max Pulling的话 Max Pulling的话 就是 你要注意一件事 Max Pulling的话 他有很多都是0 只有有传回去的才用它 那据来说 在 这个8这个数字 这样少了跟这样少了 是不是他都是最大的数字 他就被传两次 剩下都是0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 你现在已经了解 Pulling Layer 跟Comblution Layer了 好 我跟大家讲 其实你可以不用 会 他的微分 形式 对吧 因为我们有MXNet 对不对 那我写出来 我只是想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今天有兴趣 要首刻 一个完整 就是你不想要MXNet 你想要自己 重新创造 他的 格式是长这个样子 这样可以吧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 你已经完全了解 我现在重新介绍了两个Layer 这两个Layer 我等一下要教你们怎么下指令 在MXNet里面 创造出他的Architecture 我现在要教你们实现 一个卷积神经网路 呃 这世界上第一个卷积神经网路 哎 1989年 我出生的那一年 坦深的 好 我跟你讲 当然这个是第一个有名的啦 好不好 有名的神经网路 我去听演讲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人 就讲说他1987年 就有发表卷积神经网路 哎 还真的有 真的是有1987年的文章 哎那个人跟台湾 还蛮好的 就是叫 这个 我这边有录影 我就不想讲他的名字 就是 那个 那个是一个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台湾人 但是 就是 我确定他有中文名字 就是 那 那个 呃 来台湾蛮多次的 演讲都会讲说 他比1989年还要早 这样 那这个 这个 诶 但 但Yunglecuin 他1989年发表的这个 是 是真的是 大家认为是 比较知名的 比较知名 诶这个 这个名字你有沒有印象 这名字什么时候出现 有没有印象 蛤 神经堂赫 神经堂赫 说他干什么事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后面有没有他脸 蛤 对 他说 用 bench size 用的太大有害健康 就是他讲 所以他确实有资格讲这话 对不对 好他跟 那个Gifrey Hinton 应该大家会记得这个名字 对不对 Gifrey Hinton 人工智慧之父 Lacuin 跟Gifrey Hinton 在2019年 还是2020年 我忘记了 他们一起拿到图影奖 图影奖 就是电脑科学界的诺贝尔奖 好不好 所以他还是很重要的 他发展这个确实也是不错 好 一样我们先 复制贴上一大串 my model feed forward creator 注意件事情 就是 我们 我们 注意件事情 就是我们本来是用 我们本来用的这个函数 我们把它换掉 我们改善他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想要 我现在 我现在不要 save gradient了 这样可以吧 好来注意哦 这边用了CPU 对不对 如果你不开心 你可以用GPU 我这边就把它换GPU GPU会跑得比较快 用图像来讲 GPU就会比CPU快非常多了 好不好 那你们 手上用的GPU 都是 超过将近1万块美金的 用起来应该都会非常爽 等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着 定义architecture architecture怎么定义 我们先把它 复制贴上下来 我们把它贴到architecture 来看着 data 然后勒 compolution 本来是foli-connecting 我们改成convolution convolution有几个参数 来 data input 这个没有问题 就从上面接下来 kernal size 是5x5 代表是什么 它用5x5的kernal size 去做一个扫描 有几个filter 10个 我要产生10张特征图 这样可以吧 类似于foli-connecting的10个神经元 名字叫convolution1 出来叫conv1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你还记不记得 data的资料维度 长成什么样子 忘记的话 我们来dimension一下 28x28x1x20 对吧 为什么这里要留1 因为 有时候我们要放彩图进来 这样可以吧 我们来做一下 mx.info shape 我们把convolution1放进来 data等于 28x28x1 20 它出来的outputshape是多少 24x24x10x20 为什么是24x24 因为你想一下 你有张5x5的图 扫完 经过5x5的扫完 是不是剩1x1 6x6 经过5x5的扫完 是不是变2x2 所以它会有一些 减少哦 你要注意这件事情 因为你之后架构神经网路的时候 你想像的维度 如果跟真实的维度 是不一样的 那你这个神经网路 就不可能 就会程式就会错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filter 数目10在哪里 它才是10个特征图 这样可以吧 好那我们来redu pooling pooling redu 我们再来 我们output pooling output pool 它是什么 12x12x10x20 这样可以吧 这样可以哦 来做一下 compulsion1 weight 它的dimension是什么 5x5x1 x10 这5x5x1 代表是我在掃描 这张图的时候 我用的是5x5x1 对不对 这个10是你的filter 数目 所以现在我的特征图的 我特征图变成有10个 对不对 这样可以接受吧 我们再过一下compulsion2 co mv2 我们来看一下 来 compulsion2的weight 是5x5x10x20 为什么这里是10 因为 我刚刚的特征图已经有10个channel 对不对 我10个channel要合在一起做哦 20在哪里 20在这里 这样可以吧 我故意把这些结果秀出来 想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让你非常了解 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现在应该可以想象 卷积升级网路 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好 我不是这样子 直接就这样贴下去了 好 reliu reliu完之后再max pooling max pooling完之后 我们再看一次他的结果 cool 4x4x20x20 所以现在我总共有多少个特征 320个特征 对吧 好 来先flatten flatten是把它压平 我们来看一下 flatten之后结构长得怎么样 好320x20 20是什么 bench size这样可以吧 来 Forey connected 150 reliu出去 这个就简单啦 这个我们 这个我们之前就学过啦 对不对 来reliu 3 150x20 对不对 好最后再来 10个Forey connected 然后就softmax出去了 这样可以接受吧 然后来 后面就是mlog loss的这个 mlog loss的这个损失函数嘛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一个architecture的结构 这样可以吧 我把我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写在下面 你如果真的看不懂的话 你再看一下 听不懂的话 你再看一下 我写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这样可以 好 那你这样了解了以后 我们来开始进行运算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 of minor 好我要运算啦 好 我先按下run sauce 诶 哦哦这里少了一个 m 好我要开始跑了 我现在把时间还给你们 好不好 让你们就是到这一步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 model已经训练完了 那训练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使用这个model 这个model里面有什么东西 诶 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model的代号 这是c++物件的代号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就东西就有点多了 这个我们就不要把它拆开了 好不好 来fc weight 它的 它的dimension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320x150 5x1x1x10 这样可以吧 所以这个 这个我就不展开了 这个展开会太大 这样可以齁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使用这个model 来 请你把testdata把它读进来 你把testdata读进来之后 你把testdata读进来之后 注意 你要先把 它的形状 改成 n 28x28x1xn 这样可以吧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 你的资料形状才对嘛 这样可以吧 好 那你的testy testy就是你的答案嘛 对不对 testy是你的答案 这样没有问题吧 好来注意哦 来 我们直接用predict函数 用我们的model 然后跟testy 做出一个predict y 好这个可能要跑一段时间啊 哎等一下啊 展开太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dimension 它的dimension 是10乘以16800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这是什么 这个1 10的-23次方 10的-28次方 所以这代表它是0 对不对 它预测这个是0 这是softmax 加起来是100% 它预测是1 0 预测是 这个多少 在哪里 哦这里 哦对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好那另外这里就是它嘛 对不对 好所以我把 最大的 我用max 我这样就可以找到它到底是第几个 这样可以吧 好我们来做一个close table 这个confusion table 长的这个样子 诶 准吧 看起来可以哦 accuracy多少 98 好 好所以 这样我们就把整个model做完了 做完了这整个model之后 我知道还有人还没有完成到这里了 请你我们的练习 请你试着重现CNN的推理过程 哎呦 你要把什么叫重现CNN的推理过程 哎呦 你如果 你今天要了解一个方程式 就是 卷机成绩网路 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数字都给你拿 请你带着加减乘除把它算出来 这样懂我意思吧 加减乘除把它算出来 我必须老实讲 这一题不容易 就是这个你要亲手写出来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我们要求不多 请你 照着贴 这样可以吧 照着贴但是你不要一次这样一路贴到尾啊 好不好 你一点点贴好不好 一点点贴去体会他在做什么 他产生output是什么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呃我们大概给你20分钟的时间做这个事情 你大概这个 你这个做完的话你就会了解说 哦原来卷机成绩网路在做这件事情 好 那我们先给你练习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我们要怎么把这个结果把它算出来 好不好 来 首先 呃我们先 我们先把这一张图的预测 结果预测出来 好这一张是个0嘛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我们预测出来的prediction 这predict的这个值啊 注意一下 他的 这些小数点下有一些什么后23位后28位啊 对不对 我们等一下要求我们算出来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都跟他完全一样 不是大概一样而已 是完全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先把parameter把它弄出来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output dim dimension output 是28乘28乘1乘1 这样可以吧 好然后呢我们的parameter里面 我们首先 我们要我们先 产生一个convolutional one out 这个one out现在就是一堆 就是24乘24乘10嘛 这样可以齁 好接着 我们先做一个我们的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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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乘5在这里 他在这里 这样可以吗 这里 那他要跟哪一个卷积核 他要跟哪一个卷积核做作用 第i 个卷积核做作用哦 看着在这里 哎 哦要s as array 好这是第一个卷积核 这是第一个卷积核 对不对 我们要这两个相乘 相乘了以后 相乘了以后 累加起来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特征图 特征图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bios 这样这一格 我们就可以填进去了 我们再看一次刚刚这一格 好他被填进去了对不对 好那我们把它填完 好这样子我们的第一层 我们的第一层就填完了 你看到的数字是不是有大和小 这个这些地方大概都是零 这些有数字的地方 他有大和小 这个大概小的数 数字大和零的地方 大概才是重要的 因为我等一下我们会过reliu 对不对 这样可以 好 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来我们现在看第二个 他现在是不是全部都还是零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第二个 第二个filter的这个扫描嘛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的扫描 从一到十扫过以后 我们的combustional output 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好那扫过了以后 我们再做reliu 1 output reliu 1 output很简单 就只是把这个小于零的变成零 这样可以吧 好那pool pool也蛮简单 pool蛮容易可以想的 你就是把 你就是把这些把它扫过来 然后把它丢进去 这样可以 pool应该是很容易可以想到的 就是取最大集 conversion 2 依此类推下去 最后 你得出来的答案 看着哦 你最后得出来的softmax output 跟我们的predict出来的值 是不是完全一样 数字一点都没有变哦 这样可以吧 到小数点下二十几位 三十几位数字都还完全一样 所以你这样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的吧 他的这个部分是我希望你特别去体会的部分 就是卷积核 他到底在图像上面 他到底是怎么跟图像去交互作用 这样可以齁 好 了解了卷积神经网络的威力之后啊 这个我们要 就是我们现在要作弊一下 就是我们想要这个 我们现在 呃 现在我问大家一件事情 现在我们还是 我们知道说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如何设计吗 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来我刚刚我的意思是这样子 来 这个网路可以做 手写数字辨识对不对 请问一下 这里是不是两个卷积层 两个foldly connected 请问一下可不可以三个卷积层 两个foldly connected 或是十个卷积层 或是一个卷积层 三个foldly connected 哪个比较好 不知道 现在还没教吗 对不对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现在我们对architecture 这个了解就是我们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元素了 我们知道里面有convolution是什么意思 following connected是什么意思 activation是什么意思 pooling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些什么drop out banish no more 还有一些就是呃 有一些什么liquid value 之类的 这一些东西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了 但是他要怎么组合 我们还不是非常熟悉 或者说他要有几层 我们还不太知道对吧 可以接受吧 那现在我们先不要管这件事情 我们先作弊 我们要怎么作弊勒 就是我们下一节课会教大家怎么设计网路 设计你自己的网路 可是在现在我们先我们先跳过 然后我们先作弊 作弊就是我们先直接套用别人设计的model 就是 那我们要套用谁的model勒 那当然是知名的model 怎么知名 先来我跟大家讲 在2007年的时候 Stanford大学的李飞飞 李飞飞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吗 没有 好 没有关系 没有没有关系 这个 你们只要知道 他在2004年的时候 这个博士毕业 从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毕业 李飞飞是一个中国人 是血统纯正的中国人 中文讲得非常好 那 但是他去美国念大学 那2005年的时候 他2004年 那个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2005年 就去Stanford教书了 那 他在2007年 他2005年开始就已经做这件事了 然后2007年他做了一个东西叫ImageNet 他在做什么事 他做了非常多 主要说 这张图片 他说这是猫 这张图片就是狗 这张图片是 这个鲨鱼 这样一直在推下去 他总共收集了100万张以上这样的图片 那他从2001 他在2009年的时候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ImageNet把它发表 那他发表这个大型资料库 真的是open 免费开放给大家用 那 他他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 我想要 我给大家100万张 有label的图片 有label的图片 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 告诉你说这一张是1000个类别里面的哪一个类别 类似刚刚我们的手写数字 只是刚手写数字只有10个类别 然后是比较简单的图片 他变成1000个类别 然后 每一个类别都有一千张图片以上 好 那我们 我们 来这里 这里 这里很重要 这里很重要 这里有个model list 对不对 这是我的网站 我提供给大家model list 这边有非常多知名的 paper 所提出的网路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 然后 取来说这篇paper 是不是就是 我们觉得最了不起的那篇paper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这就是 那篇 现在已经被引用10万次的paper 对不对 来 注意看着你要 你要怎么 这边都会有 那个 description哦 他说你input value 必须是0到1之间的灰階度 不是0到25哦 你必须 有些是0到1 有些是0到25 你要注意哦 因为这个跟当初model在training的时候 他的input data是什么形式 是有关的 这样可以吧 好然后这里有一个 那个 signet 我们用trinese的好了 哦 这个算了算了 还是用英文的好了 这代表第一个类别是什么 第二个类别是什么 第三个类别是什么 这样可以吧 这边很多 好我们要来做一件事情 请你把这个跟这个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以后 你把它丢到这里来 呃 比如说你丢到来model 好 你把这两个下载下来 哦我这边是用50啊 我不是用 好50啊 你用50也可以啦 好不好 大家的gpu应该够力 这后面 18代表18层 34代表34层 50代表50层 200代表200层 那我们就用50吧 那50 请你下载下来之后 把它丢到某个资料夹 你要全部丢到一个资料夹就可以 然后把它读起来 读起来就是mxnet mxmodel load 然后把这个model读进来 就这样而已 这个 读model这件事情 这个 纯model跟读model这件事情 我们之前好像 就有教过了 对不对 就mxmodel.save 我就可以把那个model 把它读进去嘛 这样可以 诶 .save就是写进去 好我们先把 这两个把它读进来 好 读进来以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resnet里面 拜托就 你就不要打开这个什么ARG了 这里面有多少东西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网路的所有参数 这网路的参数 100多个 100多个里面 你看每一个 我们每一个 哎我们不要伽玛 我们看那个 伽玛是那个 bench normal的那个东西 我们看wait 好 你看这个 这个大小 所以千万不要去 千万不要去把它展开 这个 非常非常大 这样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接着要做 然后这个 sinset 这个sinset 就是它的类别嘛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都是 大家都是台湾人 我们就用 你看这个就是 你看最后一个类别是 那是卫生纸 这样可以吧 好来等一下 大家 把这个model 读进来了以后 这个model是已经训练好的哦 已经训练好的哦 请你随便在这里 选个你喜欢的 你喜欢的这个 你喜欢的这个图片 好 主要说我现在来 我现在选好了 哎我觉得牛车不错 不然我们来google牛车好 牛车图片 诶这张图看起来不错啊 好那请你另存图片 好那我们把 我们把 我们把他当做 我们把他当做test好了 好你把这张图片存上来之后啊 请你把他丢到 就你把他丢到这 丢到你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这样可以吧 下载 test 好这边是不是有张图了 就是那张牛车嘛 对不对 接着我要你做什么勒 来 请你把这个档案把他读进来 test.jpg 这样可以吧 然后 读进来之后 读进来之后 你可以先 你看一下他的dimension 他dimension 是183 乘以275 乘以3 请你先把他resize 成24 乘以24 因为 resnet 这个model 他当初的input 都是24 乘以24 这样可以吧 好先resize resize 完了之后 他的dimension 好是不是变了 我们先image show 看一下他的图片 诶是个牛车对吧 可以接受 好 那我们要做有趣的事 我们要predict predict很简单啊 我们首先先把 resize image 的dimension 改成 224乘24乘3乘1 注意 这个形状很重要 前两个是长宽 最后一个是channel 然后最后一个是sample size 你现在sample size只有1 对不对 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你导入的资料是x光 x光 x光这里是黑白的对不对 224乘24乘1 请你把它改3 不然你这个model没办法用 这样懂我意思吧 改3非常简单啊 你就叠三层就好了 这样可以吧 RGB 对啊 那你黑白图就是RGB 都一样啊 好 来predict 你看到了吗 res model 他都在这里读进来了吗 我们直接predict 我们来看看他predict到的是不是牛车 好不好 好这个predict 你出来的这个值很 这个数字很多啦 他有一堆 那我们就是找最大的嘛 我们找最大的五个 好sort 然后我们把最大的五个把它秀出来 看到了吧 厉害吧 这个网络训练的不错 好 请你做到这一步好不好 把这个model 读进来 选一张图 预测他 看他是不是对的 这样可以齁 那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读不进来 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 就是 呃 就基本上后面就没办法做 可是这个很重要 这个如果不解决的话 后面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 包括我们要 我们下一节课 要上这个 熊波斯光的自动判读 这个也是要用 也是要用同一个model 什么之类去做 好那我们 我们先来做一下 就是这个 呃 我们先来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一件事情了 就是 我们的这个 诶 我们现在如果直接用别人的model 别人的model已经训练好了 对不对 那 训练好 至少第一个 arch teacher 的部分 他应该是 还蛮好用的 因为 他在 至少他在image net上面 已经 有很好的成果了 那如果说这个 呃 你说你随便设计一个 就可以比他好 那我想大概是比较难的 尤其是你现在一点 knowledge 都没有 对不对 好 第二个有趣的问题 有趣的是 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直接抄别人的model 还有个好处 就是 深度学习领域有三大问题 过度拟合 T度消失跟权重初始化问题 那这个 就是 过度拟合跟T度消失 我们已经一直在那边讲了很多了嘛 对不对 来其中权重初始化问题 我们现在读进来的model 他是有个权重的 对不对 这是不是可以拿来解决权重初始化问题 来 我们现在 来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来 李飞飞他公开的imagenet 让 就是提供了很多巨量资料 让大家试验他的model 那网路上有非常多经典模型 那 我们有个想法 能不能使用这些 出经典模型的 初始参数 参数当做初始权重 就是你刚刚用他预测牛车很准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想要把这一组参数 我现在虽然我要做的是凶布X光 可是我还是用这一组参数当做初始 那在这个基础之下训练 我们现在网路完成我们的目标 你会说 看牛车的模型 拿来做凶布X光的模型的初始 这合理吗 李俊和你觉得合理吗 李俊和你觉得合理吗 不太合理 可是你想一件事 就是 这个想法都要transfer learning 如果你以后听到transfer learning 你就在讲这件事情 这个 一个刚入学医学系学生 他当然说 他未来当然是会看凶布X光 可是他实际上他就是 他就是有 他就是有一个 他已经做过高中程度的训练了 对不对 那 那 那他们的学习 是基于高中基础之上 并不是 重新开始啊 你如果真的要训练 一个人 只会看凶布X光 那你应该从个小婴儿开始找 对不对 那他事例发展成熟了之后 你就可以来教他 那他会发生非常难教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为什么这个 教高中生 高中毕业的 就会比较简单 因为他 多会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你可以去跟他形容啊 什么 在做解剖的时候 常常有说 这是什么奇异果状的什么东西啊 所以他是什么 这样东威 是吧 所以他会 他其实是 也许就算差距很大 他可能也比随机的好 这样东威 是吧 当然你的任务 你的 你现在 你现在手上的 model 越接近 你当初训练的 这个 task 越接近你之后要用的 越好 但是问题是 呃 再怎么样都比随机好 要比随机差 应该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 所以 我们来大家讲一下 就是如果我们有 我们的model 是有限的 我们的model 是有限的 通常有transfer learning 这个 这个轴是training 的model training data 数目 这个轴 这个大概就是 有transfer learning 跟没有transfer learning 比起来 大概 我们的经验上面是 有transfer learning 都比没有transfer learning 好 而且 除此之外 不但 你还可以直接操别人的model 这样多好 这样多方便 所以我说分类问题很简单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其实有很多现成的model 可以操 你操完之后你就 run run 这个东西就结束了 好接着我们来看 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为什么转移特人学习会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网路 他的前几个 他的前 第一个 convolution的filter 长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他在抓什么 他在抓红色的点 这个在抓什么 你真的不知道 这个在抓什么 紫色的点 这个在抓红色的点 这个在抓红色的点 这个在抓什么 我也不知道 诶 但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一开始的filter 其实是在抓一些 特定的东西 对吧 这些东西到X光上面不能抓 好像也没有说不能抓 可能也是可以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 所以说 既然他前几层的filter 其实他参数也许是可以共用的 也许可以共用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是不是直接用他的权重 应该比随机好的机会 应该是蛮高的 所以他的逻辑是这个样子 因为前几层的 convolutional filter 他其实也没有办法把图片做 多么夸张的转换 所以他 大概 大致上 就是你真的训练 出一只 胸部X光的model 他大概前几层 搞不好跟 你用ImageNet做 长得会非常像 好 那我们现在 这边有100张 猫100张狗 那因为你们现在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课上完 然后我会 我下午的时候会准备一个 就是我会为你们准备一个新的这个 就是环境 让你们可以就是 让你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好不好 那 就是 诶我们可以 我们看一下我们 实际上 是怎么做的 诶我们这个 呃我们 呃首先 你去下载了以后 你在这里可以下载 下载完解压缩 你会看到 这样一个 Dog vs Cat 这一个东西 那这里面有一百张猫 一百张狗 你随便点一张进去 这就是一只猫 这样可以吧 这个图片是非常的diversity的哦 就是各种角度啊 各种猫都有 各种角度都有 好这样可以吧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啊 评价心讲 那你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我想要示范一次 如何使用转移特征学习做模型训练 那你必须从底层执行器来编写 首先 我们先把 先把training的data把它全部读进来 注意 读进来前 读进来之后 我们要把它resize 成24x24 为什么我们要先resize 因为 我们 如果每一次在读档案的时候 我们读了 再resize 再让神经网路去做运算 这样子我们会浪费非常多时间 那不如我们反正resize 所有的data都要resize 不如我们就先resize 那好 resize这段语法我不跑哦 但是resize这段语法跑完之后 我要把它存在这里 这样可以吧 存成一个rdata 我随便读一个进来 他都会有一个resize image 诶我来看一下resize的image resize的image 好你如果image show 诶 等一下哦 我先把它清空 好看到了吗 这是一只猫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我已经process完了哦 那process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编写iterator 作为我的重点 来你看哦 我现在外面我先决定了 我的一个model director 那个就是 这个 资料夹的名字 然后 然后 我把所有的image pass全部都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告诉我说 我其实 诶 哦这这边要lesson lesson six 我们总共有这么多个data 对不对 好然后来哦 注意 我的bench 我每一次 我每一次都是随机的抓两张图进来 就是抓 抓 抓几张 dog抓几张cat 这样可以吧 然后 我把它变成我的data 跟我的label 这样懂我意思吧 我每一次都是我要用的时候 我才把它读上来 我要用的时候我才把它读上来 不是 不是 这个 不是这个 就是 不是 就是 不是先 读进来再resize 或者不是全部读进来 这样可以吧 好 我把这个source了以后 我看一下我们的iterator 一样 先reset 再iterator next 好然后value 好这个list里面有两个东西哦 一个是我们的 一个是我们data 一个是我们label 我们的label我们看一下 这个label没有很大 我们可以拆开 看到了吗 这张是什么 猫 这张是狗 这样可以接受吧 第一张图是猫 第二张是狗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dimension 好 这个我们把第一张绣出来好不好 好第一张是猫这样可以吧 第二张是狗 好第三张也是狗 好这样我们的这个叠代系是不是写好了 这样可以接受 好然后接着 我们再来 做我们 我们的iterator跟之前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 这个不用改 那我们的 这个 我们的这个优化系 我们都选adam就好了 我们也不要改 好那我们来重新 我们来做architecture的时候就比较特别了 architecture我们要怎么做呢 来首先我们要先把resnet50给他读进来嘛 对不对 读进来了以后 我们要拿到他中间的layer 这个是 我们要拿到他中间的layer 中间的layer 我们要用这个语法拿 我们拿到的all layers output 你全部点开他就会知道说我们 前面前面就是好几层啊 然后我们到最后面 最后一层在这里 fc1嘛 对不对 fc1out 好注意一下 我们要把flatten钱把它拿出来 你现在会对这个网路很不熟悉啊 我们下一节课会讲 但是你只要知道整个流程就好了 我们要把flatten 0out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对他做mx fc1out 我们可以invershape嘛 对不对 然后data等于 224 乘224 乘3 乘20 好然后我们直接看他的 out shapes 诶 诶 诶 奇怪他的语法是什么 欸?我找一下他的漁法齁 我剛剛不是有用過嗎?奇怪 雖然這樣有點難找 我直接去前面幾個課找好了 我剛剛有打錯字嗎? 那我這裡也沒有打錯啊 欸?好出來了 2048x20對不對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直接去做 然後他是二分類任務嘛對不對 所以我這邊改了二 然後Softmax出去 這樣可以吧 好然後 後面就一樣啦 Label然後Mlogloss 對不對 好那我們這個做完了之後 我們其實就可以RUN了喔 欸?在RUN之前我們要先把 RestNet既有的權重填到新的參數級內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拿來做這個 這樣子我們才有做Transfer Learning的感覺 不然我們現在直接Training他就隨機出十參數 這樣可以吧?好 好 我們要在RUN這裡 通常我們會放在前面 這個我們不要了 好 我們把他 說 我們把他 就是做 把他RUN了以後就可以到這裡來 好了我們下面不要 好 那接著我們編寫底層執行器進行回圈訓練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參數 我們先把他執行到這裡 好 執行到這裡之後 我們先產生一個執行器 產生一個執行器之後 我們先把現在的Parameter 把它Update上去 所以這個是新的喔 然後我們Define我們的Updater 之後我們就可以進行訓練了 好我們就訓練二十代 好這個訓練要訓練一段時間啦 就是 我們 我們這一個是個大網路 這個大網路要訓練其實是需要一些時間的 這樣知道吧 這個 你可以想像他的運算 運算會非常的複雜 好這個Mlogos他會這樣了嘛 對不對 等到第二十代的時候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的Model 我們這一個Model 拿來做這個預測的時候 他準確度如何 我們可以先把Model 給他抓出來 變dogcat model對不對 然後就讀圖 read image讀圖 讀圖完了之後就 那個 把他的dimension做一個處理 然後就 然後就這個預測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的 他的準確度了 好我們來做預測 呃哦我知道我這個 這這裡這個Model的這個 需要改成Lesson 06 好看一下他的他的這個呃我們輸出的機率是 呃是哪一個是誰的機率我們看一下 我們輸出的機率是貓的機率啊這個也太慢了吧 慢的離譜算了我不想我不想等了 這個 有時候會訓練成功有時候會訓練失敗 這樣懂我意思嗎 像 這裡 你看這裡訓練出來都是失敗的 欸我這個這個真的太久了我真的受不了 好算了我不想等了 那反正我們我們大概 我們大概就是這個樣子了好不好 那就是呃我們就是因為你們沒有辦法做這個練習題嗎 這個練習題你需要就是你回去我大概下午的時候會把就是server再準備好了好不好 你回去要改的時候你就是改第一個resnet50 你剛剛真的50嗎 你可以改200試試看了 我注意一下這個200非常吃資源 你佔的資源可能別的同學都不能做 那你換18 這樣懂我意思吧 哦他crush了算了算了算了不想等他了 好他crush了 那這一個 這第二個是你可以修改你的iterator跟你的optiminers 你可以不要用adden啊你可以用sgd啊對不對 那你可以試著使用這個就是 诶試著在不要 就權重不要幫他填 好不好 好那注意一下這個練習二答案這裡啊 我們有幾個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第一個是 你可以就是你可以 你如果不要進行使用轉移特徵學習 你可以把 你就直接update就好 你就不要預先填入resmodel裡面的參數就好 剛剛在哪裡填的 在這裡填的對不對 下面你給他更新進去吧 你把resmodel參數放進裡面的對吧 可以接受吧 你就不要做這件事情啊 那 接著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training了 那你training 呃 因為我們今天給你的sample 他沒有veridation set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很好的比較兩個方案的差異 就誰比較準 或者說 我們總共就只有一百張貓一百張狗 一百張貓一百張狗 一百張狗 沒有什麼好玩的啦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今天的重點是你要把這整套魚法弄熟 弄熟了以後 我們明天我們才有辦法做 熊布S光的那個測試 明天熊布S光的那個測試 一樣 你就可以上傳你的檔案 看你的performance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今天上課上到這裡啦 我會 我等一下會去把這個就是 呃 要給你們的這個就是 呃 就是 準備好 就是你們的那個網址準備好這樣子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為什麼卷機神經網路 在圖像辨識上 相較於多層感知機這麼厲害咧 欸 主要的 最大的賣點就是卷機層 卷機層 他 是不是跟視覺的這個機制 稍微像一點 我們其實只有模仿一點點 但是畢竟就是比全人階層稍微好一點 這樣可以了 那最重要的是 他就可以去考慮 各項數之間的真實相關性 剛剛那個範圍員有試過啦 這個直接用多層感知機 準確度差的要死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欸他不再把每一個 variable 視為獨立的特徵 考慮到他的相依性 然後並且具有 平移不變性 平移不變性就是 今天這個數字 1 他出現在視野的左上右上 左下右下 你都可以接受他就是個移 這樣可以吧 所以 CNN 是一個很強的model 那 他非常的節省參數量 從過度擬核的角度 我們可以用比較少的參數完成複雜網路 因此 CNN 在圖像辨識上面有非常大的優勢 那這些大概都是我們講過的屁話 我們三大經典問題 我們解決了 那你現在 開始要面對真實世界的資料 這樣都會是吧 我們最有興趣的就是圖像識別 那 我們 我們 我們的這個 你要學習的話 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 Engage 那你Engage 你就可以這個去 這個 呃就是把 去調調參數啊 看 model performance 有沒有上升下降啊 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 那我們明天 會帶大家Engage 好不好 那這個如果沒有Engage Engage 是不可能學會的 就我們明天就是把這個 從這個 凶貝X光 我們已經整理好資料開始 那我們來做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